汤米问 我如何能够分辨 我感觉到的愤怒是源自于分裂状态 还是空性状态 阿迪亚回答 要看你心里是否有分裂感 汤米说 如果我的整个身心都感到愤怒 那么它就是空性的 阿迪亚回答 我想我们全都有类似的经验 当时我们完全被愤怒吞没了 但还是感觉到分裂和冲突 有一种愤怒是 我该怎么说呢 建设性的 比如藏传佛教中有一些愤怒的神像 在他们手中的利剑上 以及头发与眼睛里都冒着火焰 但这些神像的愤怒 与你平时所经验到的普通的 充满冲突的愤怒不太一样 这一点很难用语言来描述 但是如果你看着这些神像 就会发现 他们所展示的是一种不同的愤怒 这不是一种消极破坏的愤怒 而是一种极极破坏的愤怒 或许我表达的不是太好 但我想要说明的是 就连愤怒的经验都能来自于一个纯粹的地方 Tami说 我对探讨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 因为我过去体验到的情绪范围非常狭窄 随着我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地成长 现在我已经能够体验到大量各式各样的情绪 从许多方面来说 这非常有趣 丰富 令人愉快 当我听到你说大部分的情绪体验 都是想法的产物时 我想要真正理解 哪些情绪体验是派生的 源自于概念 哪些情绪体验是纯粹的 我怎样才能知道这两者的区别 阿迪亚回答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我并不是说虚拟的情绪不应该出现 它们是不对的或次要的 比如我能够想到我的妻子穆克提 当我在头脑中想象她的样子 我能够感觉到自己心中涌起一股强烈又美好的爱意 我知道这种情绪体验是虚拟的 我知道它是我的头脑编造出来的 我知道它是我的思维编造出来的 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不对的 但是如果我把这种爱的情绪体验当作真正的爱 那么我就活在幻觉中了 这或许是个美好的幻觉 但终究是幻觉 我能够在头脑中创造这种意向 有时候我确实会这么做 有关它的意向或想法在我头脑中浮现 而我心中会涌起非常美好的感觉 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白 仅其因为某个情绪体验 源自于头脑层面 并不能判定它是不好的 或者我们不应该体验它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 就会看到人类所经验的大部分情绪 都源自于我们在每一个当下 告诉自己的各种想法 这并不意味着 这些情绪是不好的或不对的 这只是个事实而已 就算我们看着某样东西 然后发现自己对它的看法 我们还是能够体验到正面的情绪反应 但如果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体验 通常会认识到我们真正体验的 是告诉我们这很美 或那很丑的想法 你如何判断某个情绪是纯粹的感受 还是源自于想法 你需要去看这个情绪 是否判断某个故事 是否包含着某个异象 如果它确实包含着异象或故事的话 那么你就知道 哦 好吧 这是我的头脑所创造的东西 事实上 我正在体验自己头脑中的想法 这很好 你完全可以这么做 只不过一旦我们把想法当成事实 就受骗上当了